它的DataRaw就是一個LetterView 然後顏色的話 C的話就是它有五個顏色 就是黑 藍 銀 灰 黃 黑 藍 銀 所以它五個顏色 那這邊如果改C的話 它就會是黑 藍 銀 銀色的 如果你要更改的話其實很快也可以做出來 那其實我覺得它最厲害的地方 它不用模擬器 你可以點下去之後可以看到即時 而且如果你要變更它的話 你可以甚至很快的去 比如說我想要把它變成黃色 ListView要變黃色的話 非常簡單 你把它C改成F 它會鋁肉一下 這個地方就會馬上顯示出它的結果 我把它改成F之後 DataSimming改成F之後就換一個顏色了 換一個樣式了 那如果你要再改其他顏色 它也可以馬上幫我們做變更 我覺得這地方 如果跟Android開發比起來的話 這個地方算是強很多的 比如說這個是改成黑 A是黑色的話 那會很快的可以馬上去做變更 如果我們SDK模擬器 也可以做成這樣的話 那該多好 可以 就是馬上可以看到結果 那做完之後 其實這裡面也可以馬上開 不用在瀏覽器裡面 點下去之後 它可以跳到哪裡 跳到這個 這個是一個DIV 這個DIV裡面的話 就會把我們地圖載入進來 並且載一個地標上去 而且圖這個地方 也會可以讓我們變更模式 另外一個小人也會出現 所以地標也會出現 地標可不可以點擊 其實可以 上面我有做一個地標 叫集合地點 點擊它的時候 也可以跳出訊息 大家在這裡集合 有沒有看到 也是可以做到 就是Marker 跟Listener的動作 在程式裡面 各位可以找一下 JavaScript部分 另外我覺得它比較強 就是這邊有個小人 直接拖拉過來就可以 但是我們現在是在 等於是用瀏覽器 就是去模擬的 實際上在手機裡面 看到的結果 也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應該是不會有問題的 OK 第一個 那如果說我做好之後 想要把一個網站 放到我的Eclipse裡面 變成我的專案的一個部分的話 要該怎麼做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可以先試試看好了 先把那個 因為這工具應該大家都都有吧 我是把它放在那個 我另外一個空間裡面 有一個Dreamweaver的這個 那你把它開起來看一下 裡面的大概的